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是一個等腰梯形 那AD跟VC平行 那AB這個向量是12-1 然後AD這個向量是-2 那麼他問這個VC VC 到的多少呢?CD 等於多少 那VC到的CD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一樣 我們這個叫SIDA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VC的大小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CD的大小 乘以cos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C的大小跟AB大小是一樣的 那VC等於多少? VC是就是AD 然後再加什麼呢? 再加這個兩段 因為他等腰 所以這個兩段一樣 也就VC的話 VC是等於多少呢? VC線段長度 是等於AD線段長度 那加多少呢? 兩倍的 cos這個角度 這一個 這一段 那這一段的話 是等於 AB長度 cos這個角度 那這個是π−系統 這個是等於兩倍的 這個多少? 兩倍的這個AB cos多少? cos這個 π−系統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呢? 那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這個就等於AD 加兩倍的AB 減掉 減掉兩倍的AB 減掉 cos是嗎? 好,那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就是AD 好,這就是AD 減掉兩倍的AB cos的系統 再乘以多少? 乘以CD CD跟AB是一樣的 AB cos的系統 這是等於AD AD乘以ABcos ADR AD乘以ABcos 就是AD.AB AD.AB AD.AB 好,然後再剪掉 路上 剪掉這兩個cos 我們知道這個 ABcos 你可以把它乘以一個單位向量 就是AD 就是AB cos 可以把它寫成 寫成 因為寫到是這個 寫成AB AB乘以路上 乘以AD的大小 除以AD的大小 乘以1 再乘以cos 上面這個就是AB的AD 所以AD的長度 分之AB 多得AD 所以這個就等到 這是兩倍的 ABcos 所以剪掉兩倍的 AD 多得 AB 除以AD的大小 又多得 乘以多得 乘以多得 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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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4 乘以2 第1 乘以29 乘以1 D是-5,-29 -29 所以是-29 那減量多少 這是-29 兩倍的 -29 那AD長度多少 AD長度 就是根號 4加5 4加25 4加25 就等於根號 這個是-29 這有平方 所以是根號29 平方 所以這是-29 這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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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9 所以是3倍的29 29乘以3 39 顔的-87 這個就是- 谢谢大家